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数的英雄豪杰站了出来 希望能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在这个时候 王明璋也站了出来 他表示 自己身为一名军人 就应该在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冲在最前面 这是他的义务 也是他应该做的 在队伍处罚之前 王明璋在士师大会上 向众人表达了他的决心 明知山有谷 天下谷山行 战争是充满变数的 但是王明璋不怕 他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发的 9月12日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王明璋就率领22集团军122师徒步出川进行抗日 在台尔庄战役中 王明璋的职责是驻守藤县 保护好藤县 但是 当时藤县的处境并不乐观 在其周围有着大量的日本军队 可以说是敌重我吧 而且 在武器方面我们也是处于劣势 但是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 王明璋带着我军和日军浴血奋战 我军死伤无数 但也让日军伤亡惨重 日军原本在人数和武器上就处于优势 之后又增加了部队和武器的支援 所有人都明白 这场仗的结果没有悬念 我们只是在找死 但是 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就能对台尔庄起到帮助 因此 每一个人退缩 在王明璋的带领下 整个军队都是抱着死而后已的想法战斗 最终 王明璋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 而其他人仍然在战斗 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 在这场战役中 王明璋带领的队伍几乎全部英勇牺牲 但却为台尔庄战役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王明璋牺牲的时候才四十五岁 不仅让人感慨天度英才 在他死后被追授为陆军上校 李中仁把自己的军服盖在他的尸体上 并为他亲自挑选了棺材 而蒋介石则为他亲自写了完联和三福牌匾 叶庭则称 他使民族之光 在运送王明璋领数的途中经过武汉 无数老百姓自发组织送行队伍祭奠王明璋 人数多达十万人 一时间满层哀怜只为英雄 在战争中有着太多和王明璋一样人 他们视死如归 将国家利益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